车上女员工到了台东这家银行柜台 要把手上的人民币换成新台币 却被银行远景发现这叠人民币怪怪的 女员工有点吓坏了 只想问发生了什么事 关键就在她手上这20张人民币 其中有17张的号码都重复了 她才恍然大悟 顾客拿钱买车竟然拿的是人民币伪钞 原来这笔钱是一名男子上门说要买车 拿着20张人民币大员百钞付订金 尾款还没付清就被发现是假钞 但仔细比对真假钞 一般人肉眼难认出 不过银行行员一件事马上辨认真位 过去台东常有陆客 因此店家也常收到人民币 没想到连车行收定金也不宜有她收下人民币 最后才发现20张百元钞有17张都是重复号码 才戳破未招谎言 让车行女会计真的吓坏了 记者李慧徐玉露台东采访不到 12月28日起中天综合台 黄金九点让爱飞扬